第八届中国浙江电视观众节 网上嘉年华即将拉开大幕 年度观众最喜爱的十大电视剧 十大电视剧演员排行榜 抢签登场 新蓝网携手爱奇艺PPS 联手打造中国最具人气的电视剧排行榜 2013中国电视剧蓝皮书即将强势发布 请投上您最有热度的一票 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李胜 关注第八届中国电视观众节 关注新蓝网 欢迎收看我们新一期的双十宝新宝盘 今天请到的是大明星李胜 胜胜欢迎 谢谢 那首先要恭喜胜胜在我们这个双十宝最佳 最受欢迎女演员当中是排名第一名的 你有什么想要跟 对对对 你有什么想要跟支持你的粉丝说的吗 我的圣斗士们一直都很谢谢大家 一直陪着我然后走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就很谢谢大家为我所做的一切 我心里就是都很清楚 然后希望以后能带给大家更多 更多的感动吧 希望能陪着大家一起走 在花飞花和物飞物当中 这次也一同入围我们这个最受欢迎电视剧 那你在当中饰演的是一个叫做火花的女子 对对对 你是怎么评价她的呢 叶帆就像她名字一样 她火花她是一个很很热情 然后有非常非常有自己的个性 但是就像她名字火花一样 她是一个会带给别人温暖 但是可能一不小心就会伤害到别人这样一个女生 但是基本上来说她是一个很聪明很有个性 然后很有自己的想法 很很热情 然后也有很多就是对爱情 对友情对亲情 都是一个很忠诚的这样的一个女生 那演了这么多角色 你最喜欢的一个角色是哪一个 最喜欢的一个角色 每个都很喜欢 不喜欢的话你可能就没有办法 因为你在每个角色你都投入了自己的感情 所以都会很喜欢 那有没有觉得哪个角色和你本人比较像一点的 性格啊各方面都比较像一点 嗯 其实每个角色都有我身上的性格了 但是可能 在演这个戏的时候还有人说 觉得我跟小燕子还挺像的 就是没想到你真的跟小燕子性格还挺像 但其实可能就是没有那么闹 但是会有那种男孩子的个性 那演了这么多戏当中 你是比较喜欢演古装呢 还是喜欢演现代戏 嗯 不一样的感觉 因为现代戏你演起来会舒服一些 因为是比较贴近你自己的生活 你会很放松 然后可能有很多那种就是 现场灵光一现的东西会比较多 比较好玩 然后古装可能会就是拍出来 人会美美的一点 嗯 你在拍古装的时候 有没有遇到什么比较好笑或好玩的事情 或者说衣服很重啊 或者或者上厕所很不很不方便啊这样 从来都不方便 都不方便是吧 拍古装几乎全是在横店嘛 嗯 就是就是常常会在一些山里面 然后会那里很多不方便的东西 但是拍古装好玩的事情 拍繁桌的时候好玩的事比较多 嗯 因为小燕子会比较闹腾 然后飞沿走壁的什么各种的 就有一次钓威亚 然后是 那个威亚好像出了点小问题 我们就从这个屋顶 突然还没有防备 突然那个车就开走了 然后我就跟着车从这个屋顶 飞过了两个屋顶 飞到那个屋顶 对 飞过了两个屋顶 跑到第三个屋顶上去 所有人都吓着了 我觉得还挺好玩的 嗯 你差不多很多部戏都是有和那个男演员 张瑞一起搭档的嘛 然后就很多网友以追 你们两个都非常的配 那你觉得他私底下是一个比较性格的人呢 他私底下 他私底下 嗯 是个还蛮成熟的人 嗯 就是他会很努力 然后也很认真 包括他对自己的音乐梦想啊 对很多东西 都会还蛮有自己的想法 也一直很努力的那种 你私底下会比较喜欢什么样子的男生呢 私底下比较喜欢 比较喜欢好玩的 那张瑞算不算你私底下会喜欢的男生的问题 这个私底下跟他交流的不是很多 因为我们是属于那种在搭了很多部戏 然后我是属于那种就是在搭戏演得多的时候 可能不会自己家反而会跟对方比较少 嗯 比较少接触 对比较少接触 因为这样演曲感到下 反而不会那么尴尬 太熟了 不知道现在也是跟他们玩的太熟了 一演戏就容易笑着 嗯 我们还有很八卦的网友 在策算你画非画本物非物当中 说吻戏特别多 嗯 就有很八卦的人说 嗯 你在拍吻戏的时候 会不会有代入感 或者演着演着就感情升华 然后上来了那种 在戏里可能那个时候是要全情投入的 嗯 你说在戏里要是感情不投入 可能演出来也会觉得很假 嗯 在当下一定是要投入 但这就是演员的工作 就是可能观众看得很入戏 可能观众要很长时间 他都不会出戏 因为这个东西是给他感动的 嗯 但是对于演员来说 演员的工作就是当下要很入戏 然后之后要马上抽离 不然现在我来演别的戏的话 就很奇怪 你马上就会演一部 算是你首部舞台剧 就是蔡康勇的那个爱情短戏 对 所以你紧紧张 因为是第一次上这样的舞台演戏 说实话很紧张 因为我从来没有演过舞台剧 也没有演过话剧啊 就说因为我觉得要演舞台剧 因为它都一期做成的 所以就是对演员的要求会很高吧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也还蛮期待 除了演舞台剧 你还有出过新出过专辑 是上一张专辑叫 Oh My Gaga 然后大家也反响非常好 你是不是会出下一张专辑 因为其实我觉得那张专辑 不是我的风格 其实我觉得比较 比较 因为当时因为演完小燕子 然后会比较很多 偏低龄化的歌 比较可爱的那种 然后现在新专辑之前一直在找歌 在收歌 但后面 后面因为签了签了花剧啊 包括签了很多 还有别的东西 所以可能会再是往后推一点点 对 但是还是在计划当中 你属于是演了很多穷阳阿姨的喜好 那你是怎么评价你心目当中 也可以算是女神吧 对 女神穷阳阿姨的呢 以前她在我心目中 她就是 就是跟大家一样 她是女神 是 大师 对 所以对她一直是很崇拜 然后包括第一次去见她 都很紧张很紧张 但是因为演了她两部戏 慢慢地接触下来 我觉得她是一个很可爱的人 就是 我在印象中 她就像她书里面的女主角一样 是很很有才华 然后就像紫薇一样的女神 但后来我发现 她身上也有很可爱的一面 很小燕子的一面 很热情 然后 我现在觉得她 你最让我佩服的地方是 这么多年了 她一直保持着 对写作 对爱情 对人生的那种 善意 善良 还有热情 我觉得这点非常非常佩服 这么多穷姚女郎当中 你有比较欣赏或喜欢哪一个吗 我喜欢每个时期都不一样 每个时期的穷姚 我都很喜欢 因为阿姨的戏 就以前就会推出很多很多 就让我会觉得很惊艳的美女 像最开始 金明啊 陈德荣啊 包括赵薇啊 范彬彬啊 新如姐啊 都都很喜欢 这一次因为花物 跟新如姐有了更深的接触 对然后戏非常好 眼睛会说话 所以很喜欢她 对她人家很可爱 然后在拍戏 因为她在我们剧组的时间不长 嗯 每天都会请大家吃好吃的 再次感谢李顺来参加我们这个双十榜新访谈 期待看到你的新作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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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ll 双十4乎 消灭 MIRROR